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开心会遇到一些用家很认真地试玩产品 之余又会告诉我他们试完之后的用后感 今次要贴堂的是一位英国的买家 这位买家买了两个光城真弓的地盒 一个光城真弓的雷波器和一个同厂的拖板 现在的疫情下货运的情况每天都变 我们有时用Verdex 今次用UPS 运费是720元 将刚才两个拖板加两个地盒都重重地送到英国 不用一个星期就到了 一到了用家就告诉我到了 然后他又花了些时间去试一下 尤其在地盒那方面用了是有什么反应的 如果你想仔细看减图或文字等等 你可以去读读在浮沉的Facebook 我读读一些重点就算了 他一收到两个地盒就分开两个地方 一个用在deck 一个用在amp 他发觉立刻多了很多Microdetail 即微动态 还有人声和乐器的分离度 立体感是跳了一大级的 我看他都写得很仔细给我听 我问我不是送了一些螺丝给你吗 不如你帮我试一下原厂螺丝和黄和螺丝的分别 他真的很好人帮我反复地测试 当然他除了试螺丝之外 也试了地盒放在其他的product上使用 当然也是立竿见影 那个共通点就是Microdetail 微动态是出现得多了 那说回螺丝先 如果用原厂的螺丝 他觉得铝声的details是多些的 但如果用我的黄铜螺丝的话 低音的details会多些 尤其在鼓皮的反弹上面 这个意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又可以反复试试不同的螺丝 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其实地盒上面的螺丝是M4 你买任何的M4螺丝 其实都可以拎到上去 不过不要买太长 因为地盒的洞不是很深 买些短短的M4螺丝就适合装上去 最后很多谢这位身处在英国的香港人买家 也多谢之前很多朋友用完我的产品之后 给我回答我 这些我是很开心的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看题现在买光城精弓的地盒 和升级线 包括Clone 1或者Clone 2都好 我都会送回刚才提及过的黄铜螺丝给你 那你就可以回去慢慢玩慢慢试一下 我亦都鼓励大家 不妨细心试听 细心比较 慢慢玩 玩完又给回报告我 我们就可以大家交流 大家进步